大家好 因为我自己有张美国的手机卡 这张卡的话 它是有无线通话功能的 就是WiFi Calling 很多人也有这种卡 这个每个月大概三美金 可以享受100分钟的通话 你就是在中国连上这个WiFi 网络路由器 然后就无线的网络 那么你去打美国电话 可以直播 完完全全是跟美国本土的朋友 也是一模一样的玩法 那么享受100分钟通话分钟数 那么发现最近好像连不上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这边是已经打开 这个路由器的界面 管理界面 每个人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是设置的 192.168.100.1 很多人是192.168.1.1 那不一样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段 再看一下对段 然后管理员的密码 帐号密码 一般都是admin 我这边自己改过 就不适合被掩饰了 然后怎么去弄 我这个是斐须路由器刷的 华硕的第三方固件 然后每个人固件界面不一样 但它总体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要连上这个SSH 那么我们这边 我在这边的话是系统管理 服务 看见没有 启用SSH服务器 我要选择 适了之后 点应用保存 然后再点重启路由器 重启一下 然后好 我假设重启成功了 现在我刚刚重启过 看看两分钟重启过了 重启之后呢 我用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非常致命的 连接这个SSH的 我要输入这个 我本地的路由器地址 好 回车 输入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 然后就是这个路由器账号密码 我进去了 看见没有 进去之后 我修改您的host文件 host文件怎么修改呢 输入v和i 这个启动编辑器 然后斜杠etc host 叫s记得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呢 发现里面就两行 这两行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这一行 这一行 我复制一下 复制就是这一行的话 你放到这个浏览器的话 它就会对应这个指向 这个路由器 那么其实为什么 我们连不上这个 wifi calling 这个服务器呢 主要是这个DNS问题 这个DNS它本身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 wifi calling 连这个网址 它被指向到别的IP区了 可能指向错误了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改过来 怎么去改过来呢 就是这个 它帮你列出来了 就是有些服务器 那我们把它改过来 把这个引号里面都添加进去 我比如添加这一条 我复制 然后我这边 到这里 点击小键盘旁边 有个Herm键的 Herm键看见没有 然后旁边有个insert键 insert插入键 点insert键点一下 然后插入了 你看insert模式 然后我这边可以移动空格式 到这个旁边 然后再回撤 切换下一行 然后这边我已经复制过了 这边复制过之后 我这边点右键鼠标键 就可以复制进去了 那么 好 我保存 保存的话 怎么保存呢 按esc键 按一下 然后再输入冒号 然后再wq 回撤了 成功了 你看 我再 你看 成功了 那么我要把这个五条都复制进去 但我是不是很麻烦 是吧 那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一下子 就是我这边命令 是吧 我直接 你看 好 一二三四五 是吧 五条 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个办法呢 虽然说应该可以用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测试成功 就是把这个脚本放到这个命令 放到这个 它运行的时候 我这边有自定设置 剪脚本 是吧 运行录入器初始化之前 运行录入器动期中后 因为我这个不是滑锁录入器 我这个录入器是自己改的录入器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可能有些bug或者什么的 然后呢 你就放这里 放这里 你看 放这里 放这里 其中之后 你看看它会不会生效 生效的话就比较好 如果没办法的话 那就没办法 那算了 只能这样子 就是说录入器你隔个一个月看一下 那要用的时候看一下 连不上的时候看一下 对吧 还有什么 我们啊 我们这个现在电脑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 Win10系统啊 Win10系统的话 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在移动热点啊 移动热点就圈套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笔记本电脑连到录入器 我们笔记本呢 还能释放热点给手机用啊 那么现在不是这种功能 修饰化也很常见啊 像安卓 苹果都有这种功能啊 就是我手机 这个手机有量 有量比较多啊 我这个释放流量给另外的手机用 这种情况很多啊 电脑也可以实现啊 包括电脑上去修改 这个host的文件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啊 那我们这边点打开了 是吧 这个热点 我们就这个打开之后 给手机去用啊 用了之后呢 手机就会连上了嘛 然后这host的文件的话 我们在电脑上修改啊 电脑上修改是比较简单啊 来我教大家一下啊 首先的话 其实你要用个管理员权限去修改啊 管理员权限的话 我这边不演示了 我这边直接告诉大家啊 怎么去弄啊 在这个路径啊 在这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啊 就是你看这个路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点这边啊 这host啊 然后你把这个放进去啊 放到底部就行了啊 中间就这个这个数字啊 跟这个字母之间啊 中间有个空格啊 你也可以空格多一点啊 比如说按table键啊 空格多一点啊 这样子啊 直观点啊 然后后面你看发现 我发现没有 后面我那个警号啊 警号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注释啊 没什么用啊 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啊 没什么用 只是为了方便看啊 然后你再把它保存啊 保存 然后你打开这个记事本的时候 要用管理员权限去打开啊 最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应该大家很多人都懂吧 你能用这手机卡 人都懂啊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电脑重启一下啊 或者刷新这个那个 DNS一下啊 教大家怎么刷新啊 好就这个打开这个命令行啊 那我们这个数码刷新一下啊 ipconfig啊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这个清空下这个DNS缓存啊 这样刷新了啊 如果说你说怎么去打开这个这个东西 运行器师傅呢 我觉得很简单啊 我还是演示一下这个怎么打开这个啊 那比如说这个记事本啊 然后数记事本这个啊 然后点这个啊 点这个右键啊 管理员身份运行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然后就把这个打开啊 打开刚才的路径啊 你看这个路径打开了 就可以保存了啊 那么如何打开CMD呢 命令行呢 命令行的话 在这里啊 命令行 我点这里啊 点这个右键啊 管理员身份运行啊 然后点这样子 这样子啊 然后我就是可以这样子的 ipconfig 好这样刷新就行了啊 就这样就行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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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